各位觀眾聽說柯利凱這台車呢 是目前GTA裡面最快速的車 我們來測試一下它到底有多快 哇這起步只有100多耶 那改裝不就更快了 不好意思我撞不到人了 等一下 去哪裡測試比較快啊 我們去小機場啦我們直接船過去啦 我們到了小機場呢我們直接在這裡開始起跑 目前呢這台車是沒有改裝的完全沒有只是他 有稍微差撞了一下沒關係 我們來 測一下 從這裡呢 開到那邊 大概會需要多少時間 還有 他會 最快可以達到多少的 時速多少呢 好了我們來預備 倒數 321 Go 哇 150了 哇 哇 有看到嗎 他最高到180耶 哇 不曉得他如果改裝車的話會不會到200 我們去試測一下 哎呀 掉下去了掉下去了 沒關係 我們改裝一下就跟新的一樣了 不讓我改 是因為我的角色關係啊 好啦我們 我們 把他換回我們的 富蘭克林 好嘞大家好富蘭克林出現了我們來改一下車啊 他剛從機場回來啊所以身穿這個機場的套裝 OK我們改裝 咱們戶具就不改他了我們就直接試試看賽車級的煞車 保險桿全部用最好的 引擎 最好的 我覺得應該沒有差啦 最有差應該是升級引擎 控制系統 因為外觀的其實都不用趕 看看 如果 如果 我塗裝換一下 換好看一點的 他還有什麼東西要改呢 好 用最好的導流板 導流板用最好的 變調系統 變速箱最好的 渦輪 渦輪用最好的 OK 改好了 我們去看一下 他能不能達到200呢 各位觀眾 我們已經回來這個賽道了 我們來實測一下 倒數一下啦 3 2 1 GO 瞬間到160了 180了 極限 極限是190 唉唷 真的有機會 改完車之後達到190 沒改的話差不多180 好 感謝各位的收看 如果喜歡我這部影片呢 幫我影片按個讚 你也有玩GTA嗎 你最喜歡玩GTA的哪一台車呢 歡迎影片下方告訴我 我是姜姜 感謝你的收看 下次見囉 掰掰